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柯阳 虽然美中双方同意换个地方继续推动磋商 但是对7月30号的这个贸易谈判 外界并不报希望 谈判前夕川普总统采取了多管齐下的方式 一边跟北京谈判 另一边推动世贸组织改革 要求WTO改变中国 发展中国家的地位 对美方的这个举动 中共外交部有了反应 人民日报前天也发表了署名 钟声的社评 调子都是一样 中方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定位 不能由美国人说了算 大家知道这个钟声 外界认为就是中共中央的声音 这么一个简称 美方要求改变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地位 仅仅是一个称呼上的改变 那中共为什么会有这么激烈的反应呢 川普究竟刺痛的中共什么呢 让中共跳脚了是川普26号的备忘录 直接点名中国 他指示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使用一切可能手段 向世贸组织施压 剥夺那些不能被认可的经济体 仍然占有发展中国家地位 川普要求在90天当中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否则美国单方采取行动 川普说美国从来没有承认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 目前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 都与中国的主张是不符的 被网络还指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类方法已经过时了 使一些WTO成员在国际贸易领域占据了不公平的优势 那对川普的这个要求 中共方面说 谁是世贸发展中成员 按世贸标准和程序进行确定 应该由世贸成员协商确定 中方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不是回避国际责任 是在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我们看中共的这个说法看似冠冕堂皇 但实际中共又在钻世贸规则的空子 大家知道世贸组织有一个规定 在表决当中必须164个成员国都得同意 才能通过一项决议 但中共在一些小国穷国身上撒了很多的钱收买了他们 所以想要所有的成员国都同意难度非常大 WTO改变规则那是出了名的困难 纽约时报指出 近些年当中WTO成员国之间几乎没有多少共识 就是说想通过成员表决来决定中国是不是发展中国家 答案基本上已经有了 所以中共才在极力强调协商解决 那么在美中会谈之际 川普为什么提这项要求呢 北京又为什么急了呢 众所周知 现在双方正在上海谈判 不过双方透出的这个讯息 可以看出谁都不想退让 都在坚持自己的立场 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昨天表示 中国必须解决结构性的问题 如果没有协议 那么美国就继续征税 可见 这次谈判达成协议的希望是很渺茫的 另外川普上周也曾悲观的表示 北京方面可能不会在美国大选之前签署协议 而是希望容易对付的民主党人赢得选举 川普已经意识到了 中共在拖延时间 所以他要求贸易代表现实推动世贸组织改革 那这对中共来说 等于是釜底抽薪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大家知道发展中国家 它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 在各项产品 关税降税速度以及幅度上 那是都低于发达国家的 也不用跟进发达国家所提出的贸易游会等等 简单说 就是发展中国家可以收取更高的进口关税 而对国内市场行业还可以进行政策性的保护等等 我们知道中共曾经承诺 入市三年当中 外资占25%的合资企业 可以在上海 广州和北京等地提供通信和互联网服务 可是20年过去了 中共丝毫没有放松 始终牢牢的在控制着 而且是越来越严 众所周知 美中贸易战 原因之一就是中共利用这个倾斜的贸易政策 向美国的商品收取超高的关税 我们以汽车为例 一辆美国汽车进口到中国 中共要收取25%的关税 而中国生产的汽车到美国 美国只收取2.5%的关税 这样的情况 在所有的商品当中都存在着关税差异 严重不对等 那中共就是利用这个发展中国家的身份 占很多国家的便宜 累积着它的财富 除了美国之外 欧盟 日本 加拿大等等这些国家 都对中共有很大不满 川普的备忘录中指出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排名全球第二 是全球最大的商品出口国 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了36个 经合组织国家的大多数 另外它还有120家世界500强企业 国防支出和太空卫星总数 仅仅次于美国 其实世贸组织划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目的就是希望发达国家帮助那些发展中国家 尽快的富裕 当经济成长以后 他们可以履行更多的责任和义务 可是中共财富累积了不少 国际义务却很少履行 大陆学者贺江兵表示 中共GDP自称是第二 对外吹嘘厉害了我的国 对外扩张那是出手阔绰 撒币世界第一 但是在经贸上占便宜的时候 他又哭穷说自己是发展中国家 这当然不能让人接受 其实就算取消了中共这个发展中国大的地位 对中共来说也不一定就有约束力 因为履行义务是要靠自身 大家知道中共向来好话说尽 兑现承诺是少之又少 那我们知道中国有句话 狼行千里吃肉 马行千里吃草 想指望中共遵守国际义务 失望肯定是大于希望 那要想一劳永逸 只有取消中共的这个世贸成员的身份 好的 感谢您关注新闻看点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